家裡誰最支持妳唱歌 阿公 媽媽 阿嬤 這麼多人支持 大家從一開始就支持妳唱歌 阿公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阿公說書要讀好 後來為什麼又答應 因為我上次比賽得了第二名 他騎了腳踏車回家 第二名的獎品是腳踏車就對了 對 就阿公把他騎回家 對 從此之後就答應妳 到處去唱歌了對不對 對 阿公今天有來嗎 沒有 他在家裡幫妳打氣加油 對 是 真是神話一解 但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 對 翁立友老師請 宥甄 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的音色我們最 聽起來最開心 會被他吸引住的 就是他們的中高音 因為他們的音色 天生就是音色清亮 但是呢 就是唱如果那個低音到高音 那個音階度數 這個我是講給爸爸媽媽聽的 他們會幫妳記 幫妳注意 就是說低音到高音度數太寬了 超過大概九度以上的歌 那就很傷腦筋 就是唱度數如果低音到高音 太寬的 就是那個Key很難抓 如果要再升半個Key 怕妳高音又太尖銳 選歌就叫爸爸媽媽選 好不好 一切成敗都不是妳的錯 是爸媽的錯 對不對 妳現在的身分 就是好好的讀書對不對 然後開心唱歌 跳舞 謝謝老師 然後詩緣這個禮拜的表現 比上個禮拜 我覺得還要穩定 這一首歌是三拍的歌曲 那個花兒子的歌曲 它都是 所以你在唱歌不能 每個字都是一樣的力道 譬如說 它是有輕重的 其實妳做得到 其實我有聽到妳唱到V1的部分 其實妳有做到那種收進來的 一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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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你走 你背後斷 所以將來妳對唱歌 音樂有興趣 我想可以多多地請教 音樂老師 妳能夠拿捏得好 我覺得 就是會把歌曲表現得很有畫面 而且是超靈的 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是荒山亮老師 請 又正妳 我很喜歡妳今天的這套衣服 就是很復古 然後感覺像以前的新娘子 的衣服 也有一點像我們過年的 八神菜的那種顏色 所以就看起來就是 很有喜氣的感覺 剛好妳要唱 新十八姑娘這首歌 我就覺得很適合 妳剛剛唱 那個十八孤年一日會那邊 有點太厚 就是有點衝過頭 所以其實妳是唱得上去 只是說 可能要多多練習 好 十八姑娘這套衣服 好 十八姑娘這套衣服 好 十八姑娘這套衣服 今天的問題也是低音 如果太多低音的話 我會建議說 是不是就 試試看別的歌 低音沒有那麼多的歌 會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這首低音的地方很低 然後高音的地方 其實也很高對不對 有幾個音就 有一點勉強 甚至有一點點小破音 我有聽到一點小破音 就是這個 是故意的嗎 還是 不小心的 我也不小心有聽到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會覺得 有點可惜 好不好 加油 這個小朋友 我們自從播出很受歡迎 對 可是大家也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能選的歌 實在是太少了 然後看一個七 八歲去唱情歌 他也不懂為什麼要唱 可是你總不能叫他去唱兒歌比賽 對啊 各位要加油 好 我們一起加油 歡迎來到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分數了 是 黃宥貞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我們的大新一女孩 宥貞 今天的表現 來到86 87 88 89 小數點繼續跑 90 還有沒有 恭喜得到90.2分 接下來是 張思緣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審話一解思緣 今天的表現 分數來到87 88 89 小數點往上跑 得到的分數是89.8分 是 好 接下來介紹三號